我覺得每個創作家都會有遇到 第一個光是你的作品 在思考要如何與別人與眾不同這個部分 想必很多的藝術家都會有相同的困擾 如果說你想要讀數一格的話 這是非常困難的 但如果說你想要做出一個 與別人有同樣的素材 但你想要跳脫出跟別人一樣的框架的話 現在我覺得必須要連結你本身的經歷 因為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 所以你產生的東西 只要是發自你內心 你自身的經歷去與之連結的話 那必然會成為一個你自己代表性的作品 再來是因為我的作品 這邊的作品是用陶藝去做的 所以陶藝的話 它不僅要製作成中空才可以燒製 然後它的燒製期間其實有許多的風險 它可能會有裂開 然後或是它燒製會變形 然後甚至後續我們在上油化顏料的時候 這些都會遇到許多技術上的問題 我覺得如果同學們 你們以後在進行創作的時候 遇到了很多問題 就是相信我 就是你不用思考太多 你就是第一件失敗了沒關係 你做到第10件 第100件 總會沒有成功的一天 所以就是 藝術就是 只要秉持著堅持兩個字就可以了 嗯